你去哪里 何老师 季老师 你来这里干吗 工作啊 这是我的办公室 办公室 我现在是这个学院的正式教师 你的学业怎么办 什么学业啊 学术和事业 脑子在哪儿 事业就在哪里开花喽 院长 院长 季老师 你这女朋友厉害呀 追你都追到老家来了 卖身契也签了 院长 你们聊 你们聊 你签了合同 几年 十年 十 何老师 容我提醒你一句 中必不是一个浪漫的地方 我还是劝你赶快回去吧 我不回去 已经分手了 你还要来这里干吗 我不会离开这个学院的 我也不会离开的 何彩虹老师 好啦 季老师怎么那么狭隘嘛 我来这个学院也不是为了你呀 我是为了我们祖国伟大的能源事业 为了创造一种文化 好啊 好啦 那如果季老师没什么事的话 何老师要开始备课了 请我聊一下 你看呀 是啊 好啊 宇春 不是我说许我去选择了吗 对吗 你们去选择了吗 都没说我期待你 你听到煤炭这两个字 给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污染 黑暗 化石 瓦斯爆炸 就没一点积极的东西吗 有吗 你错了 它也可以意味着 燃烧 炙热 激情 永恒 浪漫 你这办公室原来是我们这里一位 最有名的煤炭专家的 老教授快退休了 一听你这个情况 二话没说 就搬到隔壁楼去了 浪漫我们也懂 何老师 你得可劲地追呀 不然都对不住老专家 院长 就算您想帮我 您也不要搞得这么直接吧 您这样 我压力好大的 压力是有 季老师一来啊 全院的未婚女教师都蠢蠢欲动 我只给你开了绿灯哦 留意对面那个金秀秀 老师 再见 再见 季老师 下面是你的课 对 黑板我替你猜好了 谢谢 谢谢 何老师 季老师 下堂是你的课 黑板我帮你插好了 谢谢 请 黑板我听说 因为你要后绿都 reflect 我们做了 不就是 选秀 acc 你也不会好 没有 奇怪了 为什么我们俩的课全是挨着的 今年招务初安排的课 是什么风格的 言情小说风格喽 院长 好像有点怪怪的 为什么我的课和季老师的课 总是上下挨着 有什么不对吗 这课程表一定特难排吧 就算把全系的课程表都打乱掉 也要把你们安排在一起 这么说来 我的宿舍安排在季老师家的旁边 也是您安排的 就算让全校的老师都搬家 也要让你们住隔壁 院长 这 不要太感动哦